小月 我刚被打劫了 这才是劫色 你说什么呢 刚刚我不是过来吗 怎么了 我们搞这种提示 宋寨子 宋寨子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不知道 这个是要随心意啊 随心意 这是什么意思啊 祝福 祝福 由你今晚 由你今晚 好 谢谢 那个不是打劫 那个是我们这边的学书 叫宋寨子 宋寨子 对 就是我们这边每年都会有两天的学书 要是外人进来的话 要得给一点心意 不给心意的话就不能进到我们这个寨子里 但是你给了心意的话也是更好 这样子啊 我还以为 真的是打劫的 不是 那你说 我的心意是不是也该给你一份啊 小月 你这包的什么东西啊 金黄金黄的 小龙珠啊 就那天晒的一个茶叶啊 对 哦 就这样子包 感觉你这不包的话一颗十块钱 你这一包起来就感觉一千块都不够了 哦 哦 感觉瞬间就值千了不少 你知道为什么吗 毕竟是美女包的呀 哈哈哈 小月 嗯 你看我带了啥 嗯 你带鸡来干嘛 我们家有那么多鸡 你想吃你跟我说就行了 我去给你抓 哎不用不用不用 哎等一下等一下 哎没事的 不是 你等着我这个拿鸡过来给你做个好吃的 嗯 什么好吃的 嘿嘿 待会你就知道了 秘密 哈哈哈 阿嫂 嗯 你那边有帮忙呀 哎呀不用不用你先出去你先出去 嗯 真的不用真的不用 这是激励任务 哈哈哈 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 你也想念 不追不敢慢慢走 就这样去堵着鸟花 鸟花 只有晚方 当当当当 香香的炸鸡来咯 可能做的有点不太好看 但是觉得味道应该可以 嗯 应该切的有点大了 还可以 还可以 呵呵 真的吗 嗯 我试试看 好像外皮有点好焦了 怎么样 还行吗 嗯 好吃你多吃点 哎小鱼 你有没有考虑过走出大山吗 没有 为什么 嗯 那你们这边是不是每个茶笼都很有钱啊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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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按照你这样子说 那采我出茶之后不是就可以整天坐在家里躺着收钱吗 嗯 是的 那按照你这样子说的话其实我觉得外面不是更好吗 你有没有考虑过 嗯 也不是 其实我在家是能赚到钱的 哦 跟我同龄的人是他们跟我会样 我是只想着赚钱 他们他们是出去打工 可能是他们只想着玩吧 哦 反正每个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赚钱也容易啊 做什么都是好的 你这句话说的太实在了 哈哈哈哈 我觉得现在像你这样的女孩子挺少的 加油 有点儿 有点儿 有点儿